自从苏联解体,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得不到提振,即使出现了普京这样的强人,也难以挽回其推势。 就是这样一个欠发达的俄罗斯,其发展重心主要在欧洲部分。 至于辽阔的远东地区,可以说简直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域地。 远东地区有62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,那里只有800万人口,那里是绝对的地广人稀。 那里有太多的资源,木材,能源,各种矿层,简直是一座保护。 但是要把这座保护变现,就需要投资,而俄罗斯自己是绝对拿不出这么多钱的。 幸运的是俄罗斯有我们这个阔邻居,我们有它急需的资金和技术。 当然,远东地区也能为我们提供我们急需的能源,木材,粮食等等。 俄罗斯请我们去帮助开发远东,堪称最佳结合,中俄两国各区所需,必能实现双赢。 从2001年,中俄就开始合作开发远东,近年来合作开发的步子更快了,特别是俄乌冲突之后,欧洲指望不上了。 俄罗斯更加需要跟中国全方位的合作,而共同开发远东就更加迫切。 最近,印度也开始参与到远东的开发之中来,而且印度作为后来者,达成了中俄合作的便车,使用了中国帮助俄罗斯建成的物流线路,大有中国栽数印度乘量的意思。 其实,俄罗斯引入印度,有太多的考量,充分彰显了俄罗斯的智慧。 那么,俄罗斯开发远东,既依靠中国,又拉印度入伙,它到底有几个意思呢? 首先,说到开发远东,俄罗斯是离不开中国的。 中俄贸易具有优势互补的特点,自从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,就开始了两国之间的贸易。 2012年两国的贸易上了一个大台阶,到2018年两国的贸易额已经达到了17081亿美元,两国之间已经成了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。 俄罗斯原本是倾向西方的,但是美西方却一直不信任这个曾经的红色帝国。 北约频繁东扩,终于把俄罗斯和美西方推上了对立的道路。 克里米亚事件让俄罗斯和西方彻底撕破脸,而俄乌战争,说白了其实是俄罗斯和美西方的战争。 美西方开启了对俄罗斯的制裁,俄罗斯再也休想依靠它们。 在这种情况下,俄罗斯想到了开发远东。 以俄罗斯的经济实力,可以说它无力完成对远东的开发。 而对于中国来说,开发远东无论是资金方面还是技术方面,我们都有充足的条件。 2011年,中俄输油管道一线正式运营。 这条管道起自远东科沃罗基诺,终于大清市,每年给我国东北输送1500万吨石油。 这是一条重要的战略输油管道,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。 而这条管道也是远东开发的一个范例。 2018年,中俄输油管道二线由开通,每年向我们年输送石油3000万吨。 这对我们这个缺油的国家来说意义不言自明。 2014年,中俄签署天然气合作合同,按照这个合同,从2018年起,俄罗斯将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向中国输送天然气,输其量将会逐年增加,最后达到年输起380亿立方米,合同期限是30年。 中国国家电网斥资40亿美元,参与远东的电力开发,翁东电站就是国家电网的一个重点投资项目。 另外,中国在远东的基建投资,包括道路建设将为远东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 去年年底梅德维杰夫访华,双方商讨的内容很丰富,其中一个重要项目就是远东地区的开发问题。 俄罗斯把远东设为一个特区,向中国全面开放。 这一次访问,梅德维杰夫就跟我们签署了80多个合作项目,供需我方投资1600亿美元。 近日,俄罗斯又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,就是向我们开放海参崴。 海参崴是远东地区的一个重要港口,是向日本海的一个重要出海口。 这个港口曾经属于我们,是清朝时候被沙俄侵占的。 这是我们民族的惨痛记忆。 现在海参崴对我们开放意义重大。 因为东三省除了辽宁,其他两省没有出海口。 这两省的货物需要辗转运到大连港,不仅增加了成本,关键限制了对外贸易。 海参崴的开放,使两省的货物可以便捷地出口。 这对东三省未来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 就在中俄紧密合作的节点,却不料半路杀出个城咬金,它就是印度。 2019年,在俄罗斯主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上,除了有中方代表外,还请来了印度代表。 俄罗斯将要引进印度的资金和技术,对远东进行开发。 俄印两国是传统友好国家,从前苏联时期两国关系就非常密切。 苏联曾经扶持印度,制衡中国。 苏联解体后,俄罗斯也继承了苏印友好关系。 俄罗斯前期也把支援印度作为对中国的制衡。 俄印两国军事和经贸方面有互不关系。 印度需要俄罗斯的军火,俄罗斯需要印度的资金和技术。 俄罗斯向印度出售像T-90S坦克和苏30MKI战机等先进武器。 这些武器帮助印度提升军力,对周围国家包括我国造成威慑。 印度对远东的投资力度也不小。 印度准备在远东设立一批工业园区并建立物流中心。 印度打算斥资5亿美元建一个石油加工厂和一个煤炭加工厂。 俄印还商定了多项投资项目,其中一个大的项目投资额达到40亿美元。 这个项目将主要用于开发远东地区的煤炭。 另外,印度还计划在远东建一个林肥厂,一个钢铁厂和一个食品厂。 这些项目建成后,俄印的经贸合作将会上一个新的台阶。 俄罗斯引进印度投资,一方面是基于俄印传统友谊,是对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。 另一方面,在远东引进印度投资,也能跟中方的投资形成互部关系。 毕竟俄罗斯所需要的技术,我们并不能全部提供。 第三方面便于跟中国的投资形成竞争,避免中方在投资方面溢加毒打。 如果说俄罗斯在远东引进印度投资,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,显然是低估了俄罗斯,低估了普京。 我们不得不承认,俄罗斯还有另一个方面的考虑,就是远东地区很多地方曾经是中国的领土,是清朝时期沙俄靠侵略夺战的。 新中国成立后,我国政府曾经宣布不承认立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。 由于中苏之间的特殊关系,沙俄夺战我们的领土,我们并没有收回。 但是历史记忆不可抹杀,前段时间,中国在官方出版的地图上,把八个远东的地名都改成了中文。 这项俄罗斯和世界都传达出一个重要信号,我们没有忘记曾经丢失的领土。 对于这个信号,俄罗斯肯定会紧张。 最近一段时间,日本在台海问题上蹿下跳,对我们进行挑衅。 我们也把所谓的冲绳改名为琉球。 琉球不仅是一个名词,而是表明了中国的态度。 中国对琉球人民的独立诉求是支持的。 鉴于这种情况,俄罗斯对中国不得不防。 如果中国对远东接触太深,远东到处打上中国印记。 如果有朝一日,中国提出领土要求。 那时候,俄罗斯将难以应对。 所以俄罗斯引进印度投资具有政治意义。 俄罗斯试图让印度制衡中国。 不得不说,俄罗斯还是很有政治智慧的。 当然这主要是普京的智慧。 俄乌冲突,打仗的虽然是俄乌两国, 其实是俄罗斯跟整个美西方作战。 而且连日韩等域外国家也站在了乌克兰一边。 俄罗斯陷入极度的孤立状态之中。 其实,俄罗斯的孤立并不是现在才开始。 早在克里米亚事件后, 美西方就开始了对俄罗斯的制裁。 俄罗斯不像我国有完备的工业体系。 它在很多方面都严重依赖进口。 以俄罗斯的军工为例, 俄罗斯的军工曾经非常强大, 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。 但是受到美西方制裁后, 俄罗斯的军工业立即转入衰落。 因为俄罗斯的军工业80%需要进口, 美西方的制裁让俄罗斯的军工业几乎停摆, 至于新武器的研发就更是几乎陷入停顿。 当然军工业只是一个方面, 俄罗斯在美西方的制裁下, 交通、通讯、机械、消费品生产等领域都受到了致命打击。 普京曾经许诺还人民一个强大的俄罗斯, 看来他的诺言要彻底落空了。 俄乌冲突中, 俄罗斯打得非常拉垮, 让很多俄粉器的跺脚, 堂堂世界第二军事强国, 连一个小国都搞不定, 今后还怎么混? 其实这正是美西方制裁的结果。 乌克兰一方面能够得到西方的先进武器, 另一方面能够得到新链的支持, 使得乌克兰能够更精准地打击俄军。 普京原本打算像解决克里米亚问题一样, 一招制服乌克兰, 但是他的坦克大军打到基辅以后却无功而返, 最后只能在乌东地区跟乌军熬战。 俄乌冲突之后, 美西方对俄罗斯实行了更严厉的制裁, 这次制裁的力度可以说达到令人恐怖的程度。 首先, 把俄罗斯踢出了Suit系统, Suit系统是世界上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。 踢出这个系统, 就意味着被排除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, 其次, 限制俄罗斯使用其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, 这样俄罗斯央行就不能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。 第三, 是对俄罗斯进口实行管制, 但凡俄罗斯急需的军工, 航空航天和国防领域等的商品都被列入了制裁清单。 俄罗斯要想发展自己的军工等行业, 休想从外界得到支持。 之所以说外界, 而不是美西方, 是因为美国恐吓世界各国都不得向俄罗斯出口敏感商品。 第四, 限制购买俄罗斯的能源, 欧洲原本严重依赖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, 但是美国非要胁迫欧洲国家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, 为了杀地800, 他们不惜自损1000, 欧洲在美国的胁迫下已经不要命了。 这次制裁, 每一招都制裁到了俄罗斯的软肋上, 可以说是招招致命。 制裁另一出, 俄罗斯的股市阴升暴跌, 卢布在一周内缩水40%, 俄罗斯的整个金融体系已经崩溃。 俄罗斯作为资源大国, 很大程度上需要靠卖资源维系国民经济的运行。 欧洲人竟然宁肯断了自己的天然气和石油, 也不买俄罗斯的, 这是要把俄罗斯往死里整啊。 俄乌冲突前, 西方虽然制裁俄罗斯, 但是好歹还买俄罗斯的能源, 现在连俄罗斯的能源也不买了, 起不断了俄罗斯的一条最大的财路。 但是这种情况下, 中印两个大国并不屈从美国的淫威, 没有跟风制裁俄罗斯。 俄罗斯真是抓住了救命稻草, 巧的是中国最缺的就是能源、石油、天然气、煤炭我们都需要, 而这些东西在远东的地下多的是, 但是被制裁的俄罗斯根本拿不出钱来开发这些资源, 而我们又有资金优势, 俄罗斯只能靠我们了。 当然印度也是一个能源缺乏的国家, 在远东, 印度也能得到它所需要的所有能源, 而且印度还动了歪心思, 利用欧洲国家进用俄罗斯能源, 它自己先从俄罗斯买来石油, 经过加工之后, 转手就卖给了欧洲。 也就是说远东开发已经超出了经济开发的范围, 而具有了深远的政治和战略意义。 俄罗斯被美西方制裁, 已经到了极度困难的境地, 它根本无力开发远东, 而又迫切需要把远东的地下宝藏变现, 跟中印两国的合作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。 远东开发, 俄罗斯给中印都开出了极其优惠的条件, 这其中自有其无奈之处。 但是不把地下的宝藏变现, 俄罗斯经济将面临崩溃, 经济的崩溃将引发国家的崩溃。 俄罗斯是一个有很多自治共和国的国家, 这些地区很可能在美西方的挑唆下趁机谋求独立, 到那时俄罗斯必将分崩离析。 这是比经济崩溃更可怕的。 换句话说, 远东开发关乎俄罗斯的国运, 俄罗斯应该庆幸在危难之际, 有中印两国友好国家给予最有利的支援。 因为中国最先介入远东开发, 印度是后来者, 印度在投资建设过程中, 自然用上了中国先机建设的基础设施, 有人就说我们栽树, 印度成两。 其实印度不过是搭乘了我们的便车, 真正受益的还是俄罗斯, 说我们挽救俄罗斯也不为过。